是用智慧来照顾流氓的生长 在流氓的产业里面 我们包括有从资源的整合 建议整个产业的联盟 包括产销班 包括不断的做 政府部门有做 研发栽培跟加工的技术的申请 包括我们拟定了整个产销链 我们都完全是客制化的 比如说三月份我们要200个 四月份我们要